这就是我们那个奥运大厦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特别的觉得真宏伟 然后以前的时候每次经过这都觉得 好像奥运是离我一个那种遥不可及的事情 但是有一天突然你就站在他的脚下 然后你就马上要进去 那时候心情就觉得特别激动 所以后来慢慢的融入里面当中去 越来越喜欢这里 然后就很希望以后能继续在这儿干 一直干到08年的时候 每天早上七点半出门 在宿舍附近的公交车站等车 20分钟的车程 上午9点上班 晚上6点下班 今年大四学生汪静 已经提前开始了上班族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那个楼的那个所的办公机构 然后我是在这个志愿者部服务 汪静的志愿者编号是135号 从去年9月至今 他已在北京澳组委志愿者部连续服务了三期 算得上是志愿者部的元老 就在上个月 他和其他四位志愿者一起被评为志愿之星 好的 这张是就是三月份的五个志愿之星 就叫五朵进化 这个照片 还有这个照片 都是我们当时就是说 就是评写三月份志愿之星的时候 后来一起去鸟巢 然后进行了拍摄 虽然在澳洲已经工作了八个月 但是也是第一次去鸟巢 所以心情也是很激动 然后走到那时候看到 终于看到传说中的鸟巢了 这张大家摆了一什么造型 咱们工人有力量的造型 咱们志愿者 对 咱们志愿者有力量 志愿者要为奥运会的成功 提搬工业自己的力量 你说 在这里找不着 那个明天开完那会 它根本没了 背得更高了 行 小心 随时往蕾音一闻 这个我们今天中午的八河比赛 然后你们是拉拉队 插座 咱们的插座够吗 这个然后拿东西回来 然后到那个 第一次用复印机 第一次用传承机 第一次写公文 好多好多个第一次 第一次走进奥运大厦 然后第一次 参加奥运的活动 然后第一次离开学校 到一个地方工作 然后撒马兰去宣布 北京那两个字 当时我们班都特别激动 我也当然非常激动 后来的时候就开始想过 以后一定要到北京去 然后一定要亲自 一定要去参与奥运会 然后不管以什么方式 这是一个时事 踏出踏运的影响 踏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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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那个 比较重奏的那个 行动 你自别这样说 太不好意思了 就是能感觉到 他在这工作 能长时间 能感觉到他的变化 奥祖委给了我很多 让我学习了很多 并且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然后很锻炼人 所以说希望更多 就是说你们如果有机会 有时间的话 都也去参加咱们的奥运的 志愿服务 这支最年轻 八对声音最响亮的队伍 最终获得了拔河比赛的冠军 在北京澳组委服务的前期志愿者 85%和汪静一样来自高校 因为奥运临近 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也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选择离开 而即将毕业的汪静 同样面临抉择 但相同的是 每个人都把这段经历 视作一种门了 这是你这个服务政策 用服务2075个小时 代表咱们志愿者部 给你分个纪念品 谢谢你们志愿者部 最后的战争的一天是什么 我要毕业了 我爱你 我爱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